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KX看股 所以今天是17号1月17号哦 今天啊科技狗有反弹 是不是是买进还是逃跑机会 等下我们看一看中午 我会有看了啦 等下会简单再讲一讲啦 如果你要比较仔细的 就是中午视频哦 中午视频会讲到比较啊 比较详细一点哦 ok啊看一看免救生命先哦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仅处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因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首先啊如果啊如果你们还没有开交易户口 或者你要开新的交易户口可以试试这个啊 CGS-CMB你可以去那个下面description那边哦 可以啊有那个链接或者在我Facebook也有那个链接哦 OK啊还有不要忘记啊点阅点赞点阅点赞 分享和留言哦你们的留言是很重要哦 所以大家可以分享大家的知识哦 OK我们看一看国际先啊看国际今天啊 Market啊马亚股掉了12.41点 0.798%收在1,542 新加坡上了1,0.171 香港掉了0.678 啊韩国上了1.089 日本上了0.77 啊我们看中国中国上了0.553 啊中国FTSE啊中国SSE上了0.58 那零中国SSE上了1.505 所以中国有点小反弹啊 啊我们看看澳洲澳洲上了0.316 纽西兰上了0.131 台湾上了0.664 印度上了0.279 所以啊今天亚洲蛮蛮OK啦 还不还不错大部分都是上的 看看欧洲啊英国FTSE上了0.682 英国啊德国DEC上了0.217 所以说不错啊欧洲有小反弹 美国美国 Dow Jones掉了0.559 NYSE掉了0.231 S&P上了0.082 so啊NASDAQ上了0.587 所以美国还是没有什么强啊 NASDAQ有一点小反弹 已经大跌了一轮 现在有一点小反弹了啊 再来暂时啊 看一看这个 啊 油啊 啊这个中油中油5300 在5300 5400左右 那天我们星期六我们看大集 我们看到这个中油它的图啊 暂时不是很美啊 做了一个山顶啊 所以可能这个这个中油价已经创到顶了 然后又有背离可能会调下来了啦 所以要小心啊 这种油股 油股还ok Band Oil 85 Cruid Oil 83 Cruid Oil 83 84还ok 我们希望它能突破84 突破84咧 我们的这个油股应该还有机会再涨 如果它在83 84不能涨了咧 这个要小心了 如果它跌回下来 80下面 可能就要逃了啊 今天金一 821 金就在1800那边整档了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玩了啊 不上不下了啊 Silver赢23 可以我们看一看马股今天哦 看马股哦 马股 我们看这个KLCI的图 所以早上我已经讲了 星期六也是讲了哦 这条线我看来是不能顶 因为RSI背离 这个是不好的状态哦 ok 然后呢 不好的症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哦 今天我觉得它会跌破这条线 所以它跌破了 我也觉得 KLCI这条线也应该是不能顶 因为它的背离 它的调整会比较大一点哦 所以它调到154也不能成 这条 这条长期线也不能成 所以看来是 现在要回打 打回原型了 原型就是还没有 还没有装饰那个窗口的时候的 的 的那个啊 的水平了啊 1500左右了啊 应该是在这边左右了啊 现在啊 前5到啊 1525了啊 所以现在呢 它在1525呢 看它能不能反弹 1525能反弹 还有一个小机会 它继续还有机会上 如果1525跌破了呢 看来这次呢 它就会比较弱了啊 它的调整也不会太太过强 它跌破1525 它来到1514 1500这边呢 应该也会也会有机会反弹啊 现在RSI还没有跌破50 还ok 跌破50了 看来它应该会调下来比较久 so that's why我讲 啊 暂时呢 我对那些短期的呢 晚期 玩短期的股票呢 是暂时是没有这样的管 所以他们掉头来 开始亏钱 或者开始已经掉到我买进价钱 或者开始要亏钱了 我短期的我会放了先 长期的附属股那些呢 我还会收啊 附属股掉下来 可能我还会加码啊 所以今年我们的 我们的战略就是这样啦 战略就是这样 我们不会玩这样多那些动力股 啊 我们会玩啊 我们很小心玩 今天我们会尽量 我们会比较注重在附属股哦 ok 啊 看看 看看Busa 今天呢 情绪38 上升股338 337 下跌股556啦 他数数不美啦 明天是Holiday 不要忘记哦 明天是没有没有market 因为明天是抬不胜哦 啊 所以啊 我们看一看 交易量也不大啦 2.5啦 因为明天Holiday 一十二 掉了十二点 所以 全部东西要看星期三啦 星期三 market 真正的啊 那些集团 全部进场看看 看market是怎么样啦 啊 啊 收在一五四二 啊 所以今天啊 消费掉了0.2 Industry工业上了1.0 啊 掉了1.0 所以工业也开始慢慢的跌啦 所以工业也是要小心的 因为工业我们不是玩 富士股啊 工业我们也是玩这个 啊 啊 动力啊 买动力的 所以开始掉头来 好像有几个也是 开始没有什么力了 没有什么力 掉下来 到啊 买进价钱 或者到止损逃了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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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ruction件就有上1.0.17 啊 科技有小反弹啦 今天啊 金融0.38 上了0.38 房产 啊 sorry 金融掉了0.38 房产掉了0.48 种植 1.45 所以种植要小心啦 种植掉了1.45 蛮多下了 所以种植看来 他的价钱是很难再涨了 那个啊 中油价钱 啊 RED掉了0.25 能源掉了0.63 能源都掉了今天啊 啊 healthcare 啊 这个啊 手套掉了0.8 电讯 掉了1.07 这个啊 啊 transportation 运输掉了1.11 很难玩啦 全部东西很难玩 短期的要很小心啦 啊 水电 gas utility 掉了0.49 啊 找盘 我有post啊 找盘呢 找盘呢 我就 我就注重在这个啊 科技股啦 所以你要比较详细的 啊 我的 看法呢 我的看法 你看早上那个啊 现在我会这个视频 我会比较简单的讲一讲啦 我不要重复早上的东西 啊 记得要请我喝咖啡去 Coffee.com Trading with KS 啊 啊 全部连接在这边啊 在Facebook最高这个啊 最第一个post就是 全部连接在这边啊 全部连接 啊 啊 开交易户口 开啊 Luno Coffee 全部在这边啊 给你们看一看 新闻啊 AASIA 要 他的目标要做 啊 最大的啊 Malaysia 哎哎 叫亚洲最大的 这个啊 Food Delivery啊 啊 这个啊 什么啊 好像grab这样啊 送那个送铲 和right hailing啊 和那个好像grab这样啊 grab food 跟grab的这个right hailing啊 就是叫那个车啊 啊 叫那个车去啊 做那个车的啊 e hailing 啊 好像grab car这样的啊 他要抢这个grab food 跟grab car的生意啦 他在他他要 在AASIA要做No.1啦 so 啊 Dansfield Tony Fernandes 我觉得呢 他有机会啦 因为你看啊 他是成功过啦 如果他是失败的 以前他做东西是失败的 所以这次 他降大口气 可能我们也不大相信 but 啊 market对他是蛮confident的啦 因为 你看AASIA AASIA也是一个 什么啊 low cost airline 他是 他讲他要做 啊 South East Asia 还是Asia 他是South East Asia 还是Asia的 其中一个最 最 最好的啊 最成功的 这个啊 low cost airline 低成本航空公司 低成本航空公司 low cost airline 啊 他把一个vision啊 成功做成一个啊 亚洲其中一个最最最最最成功的这个什么啦 最成功的这个航空公司啊 这个low cost啊 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啊 所以他做AAS 做这个grab 跟做这个grab food 的生意 和这个grab car的生意 我觉得他有机会啦 第一 他有 他有他的名声啊 有人 有人帮他 有人啊 支持他 还有啊 他也以前有成功过啦 所以很多人会跟他 会买他的这个 买他的这个啊 新闻啊 会买他的新闻 或买他的这个啊 啊 公司的 好像他公司那些bond啊 那些了 全部啦 他的 他好像那个Asia 他要卖那个bond 来救他的公司 所以还有他要借钱那些很多集团 很多政府集团那些也肯借给他了 金行也给 借给他了 因为他 你知道啦 他有那个底 他是有那个成功的底 所以很多人会 可以buy他的idea 如果是buy的人 你讲多多都没有用啦 他是给我们看了 AASIA 他能做到 so 如果有人啊 有什么集团 可以抢到这个 可以抢到这个grab 和这个grab food的生意 谁有本事 他是有本事 我觉得啦 因为 因为你看他的历史 他是 他是能做的东西 他是能做的 这个他有机会 看看AASIA AASIA 飞机 那边 就 有点 难了 不是很难 有一点风险 OK 我们看AASIA AASIA 很多人讲 可以不可以买 现在 AASIA 我看法 现在我要讲一讲 AASIA的看法 AASIA 我们看历史 我们看历史 先 AASIA 你看历史 跟我们讲什么 不要看这边 看历史 跟我们讲什么 历史 我已经骂了的 Historical law 就是 曾经最低 曾经最低 就是covid以来 整个马来西亚股票 然后整个 全部股票大跌 马来西亚大封锁 全部大跌 AASIA跌到五毛左右 五毛 我记得 五毛我骂了 你看历史 他这个是低的 然后他又再跌多一次 又跌大封锁 又跌多一次 也是在五毛 所以五毛暂时是他的底 他没有跌破五毛 证明他还是OK的 他还是 有机会 他跌破五毛 就很危险了 因为你看这两个 这两个 这样带我了 大封锁 他最低 跌到五毛 OK 所以如果 照law来讲 这个是他的底 底线了 底线了 所以这次你看 这次这样 他PN17 他还没有跌到五毛的 所以如果他在这边 有这个反弹的症状 反弹的模式 给我们看 这个也许他在五毛 这边有机会反弹 我们看历史 这次 这次比这两次更严重 因为第一 他是PN17 第二 他的债真的是很高很高很高 如果你 你会看accounting的 也许你看一看 你会吓你一跳 那个债 他的债真的很吓死人 所以 这次 有没有可能他会沉水 有可能 以前 他 他 还有可以借钱 还有可以卖本 这些全部东西 来生存 现在 我看他差不多用完了 他的太极差不多用完了 摸给多久了 还没有多少招来用了 我觉得 现在飞机开始飞了 他可能可以回升了 飞机开始飞 如果飞机开始飞 他的 你看多几个季度 他的报告是美的 他会反弹 他会反弹 他的症状可以看的 他们要开始炒他以前 要开始炒他的时候 你看 他要起飞的时候 要飞回上去的时候 很夸张的 你看他 一个大蜡猪来 上一次 一个大gap up 一个大gap up 证明market开始 对他有信心 证明 有时我们 我们的图 比报告还要 还要长 你知道吗 报告还没有出来 可能他大飞了 他一大飞 我们就要抓了 就要抓这个 抓这个机会 然后慢慢 average up 买就上 看他有没有 他 看他能不能回来 这些 能不能回来 这些全部目标 这些 啊 啊 等他 我觉得 五毛钱 我觉得他可能 有可能还会跌 因为每次他 他会跌到五毛钱 这次有可能 五毛钱 有可能 你在这边买到六毛 还不是太夸张了 跌破五毛 你就要小心了 他没有跌破五毛 我觉得他有一个底线 在撑的 ok 所以Asia就是这样子 我看法是这样子 我们已经看了历史 看了机会 看了危险 ok 看了情绪 情绪 Asia是不好 危险是什么 跌破五毛钱 可能就是危险 所以我们再等待一下 不用太紧张 现在冲进去 历史 我们看 他要 他有好新闻来的时候 他会很大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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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你看很大的动作 很大的动作 第一时间 集团跳进去 集团一跳进去 他的动作是很大的 他一下子会跌很远 他跌跌跌跌跌跌 一下子会跌很远 他跌跌跌跌跌 一下子他会跌很远 这个就是大动作来了 那时候我们才进 你现在进 A社有没有可能会倒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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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债 看他的 看他的 公司的 什么 这个报告 如果多几个季度 他还是亏大钱 超级亏大钱 我不知道他能顶多久 这个 我不是accountant 我只是我的看法 不是投资建议 我不是accountant 你们是accountant 如果我讲到不对 如果我讲到不对 你可以留言跟我讲一下 你不对 我不是100% 对我不是accountant 看图是这样子讲 底线是在五毛 现在我们目标 看他五毛做什么 五毛应该可以成的 如果不能成要小心 OK SMTRACK SMTRACK 新闻出来了 大跌了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他们 几间公司 SMTRACK 跟Country Hype 跟Jargu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跟TecnaX 跟MQ MQ Technology 他们要投资进去 做这个 合作做这个5G的生意 5G 做这个5G 所以今天 despite 这个 SMTRACK大战 SMTRACK 我们没有追到了 我们看几个 这个 这几间公司 看一看 SMTRACK SMTRACK 开始卖下来了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开始跌下来了 这个暂时不能追了 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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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 MQ Tech MQ Tech 也是一个杀新闻 冲上去 Goring炒了 跌下来了 就是要很小心 超级炒股 还有 射索也是炒股 射索三个 我们看一看射索 射索是政府的 政治概念股 也是一个大穷 立刻就跌下来了 所以这几个最好 暂时不要玩 我不敢玩 这些股 OK 我们看一看 MIDF MIDF 给NUTRAL CORE罢了 给MAXIS 他对MAXIS不乐观 NUTRAL CORE 给4.4块半 我们看一看 这个 电讯 全部就是跟那个 电讯呢 本来5G有的玩 现在全部内伤了 全部 给 给某些集团搞到 所以 4.5MIDF 给4.5MIDF 所以没有的玩 现在4.4MIDF 给4.7MIDF 所以MAXIS 是没有东西玩的 今天看来 看来是没有东西玩 MAXIS6012 sorry 忘记讲代码 MAXIS6012 还有谁 Ic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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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厂好了 做这个手套 跟这个 这个面 这个Face Mask 口罩 他一年可以做3.3MIDF 手套 跟220MIDF 220MIDF 口罩 他的 是2.2H的 这个厂 他的生意 已经有了 order在美国 欧洲 非洲 跟亚洲 看看Iconic 有没有机会 Iconic Jackpot 试一试 Jackpot Iconic 是Jackpot 有就有没有 就不要quote 没有就继续date 他是这样子 他现在可能做了一个底 双底 他冲破0.31MIDF 有机会上 我觉得上不远 0.35MIDF 和0.41MIDF 因为手套跟面具 已经是 口罩 已经是 炒完了的 可能他会上一点点 这个 可能有 可能有bonus 这个 这个 冲上来有15% 可能可以冲到30% 因为可能就是 这个口罩这些 可以带动给他赚钱 Iconic 可能给他赚多一点钱 可能他会慢慢的起 老一点底 所以这个蛮危险 你看 他一老一点底 他跌到他的这个止损已经12%了 所以这个不能万大 老一点 或者他再慢慢的上 再加一点 加一点这样子 这个Iconic but 信心不是太大 他量很大来 看来真的要炒他 他们 很大量来 看来 可能是要玩 可能要 可能有机会 Iconic So Iconic 是老底 老一点 在这边 可能要等很久 因为等他厂做出来 报告出来 将他开始赚大钱 可能才会涨 不然现在会涨 这个不是老动力 这个是 老底 可能要等半年一年 才知道了 这个 这边 这边 可能 不要去塞浪 这些 試下 checkboard 有没有20% 30% 玩了 这样子罢了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是Netbuyer 上个星期 外国 是 外资是买进 400M 是不错 中国第四个季度 他的GDP 增长了很高 本来他们讲 上 2021年 是8.0的 现在他上到8.1 所以中国还是很强 还是很强 只是他的那个 啊 那个股票 一直跌了 他的 他的这个 啊 GDP全部还是很强 所以他的 他的这个 中国的经济还是很强 所以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啊 这个呢 这个新闻呢 就讲了 这个啊 Gnang的有讲了 Gnang的这个call 他对这个 哪里 他还是 他还是 对这个 科技 gaming gaming就是那些 啊 3D 4D 啊 云顶那些 casino gaming 慢支 赌那些 和 oil and gas 油 油股 还是 乐观的 他讲了 so 啊 他的 他的看法 这可能的 看法 so 还有 他也有讲了 这个要看一看 看今年我们可能会有这个 啊 利息 interest rate会涨 那银行的利息可能会上 他讲 应该是年尾啦 年中没有这样快 应该是年尾 好像不是这个新闻 还有一个新闻 啊 还有他有给 他觉得 这个新闻讲 觉得今年有机会的嘞 Inari 啊 今年有机会 Inari Inari 给 啊 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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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我们看一看啊 Inari Inari 给 4点 162 4点 Inari 继续跌了 跌下来了 所以现在有一个下跌通道了 很清楚 有一个下跌通道了 暂时 ok so Inari 暂时不要玩 你要看啊 中午视频 我讲到比较 讲细一点 等下我再讲了 这些 怎么样 我的看法 啊 啊 啊 所以Inari 他给这边啊 啊 M research 给4.2 啦 所以可能还有机会上去哦 等下我们再看啊 啊 还有 所以 KGB KGB 给2.0 Kananga 给2.5 看看KGB 啊 2.5 蛮高啦 KGB 暂时没有突破啦 暂时逃了先 突破又跌了下来 这个是假突破哦 假突破 那天我讲假突破 这个逃了先 等他跌 等他跳完了 等他再反弹先 哦 所以这个不成功 这个突破不成功 所以 还有 更定啊 更定啊 前几天跌了几天 所以很多人开始担心了咯 所以RSP讲咯 更定啦 还是topic啦 他们 他比较 啊 topic啊 比较乐观的啊 首选啊 首选 哦 他的首选啊 还是给这个啊 RSP首选啊 是更定啊 6.1啦 我们看一看更定 所以更定有 调了下来 把有一点撑啦 所以他的目标在这边啊 6.1啊 RSP6.1啦 所以还有机会啦 所以 暂时OK啦 还能睡觉啦 有很多人担心了咯 现在这个RSP讲6.1啊 所以还有机会啦 暂时 还有谁 RSP 这个可能呢 就给RSP6.5 哦 6.5 所以我们看一看 FINANCE RSP RSP6.5 给这边啊 所以 这些啊 如果他调一下来 可能我还会加仓 加仓 这些啊 应该还会调啦 因为超卖了啦 可能会调多一点点下来 可能在 我会 我会比较注重这些股啦 複数股 OK 还有 看一看 这个讲 啊 这个讲Airport Airport 他的这个Money Traffic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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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客流动 OK 乘客流动又高了 去到 5M了啦 看下Airport 有没有机会 看下Airport 有没有机会 Airport 哦 又跌回下去了 冲上来又跌回下去 完蛋 因为这个全部给KLCI影响 KLCI影响 这个如果没有进呢 不要进先 如果进了呢 我暂时可能我会放了先 如果 多两天继续跌 我放了先 因为 KLCI大跌了 现在不好 不是 太好玩了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的 复苏股来的 这个 这个是复苏股 嗯 为什么他会大跌呢 也许放这边止损 看看5.59 跌破5.59 才逃可能 他没有突破 这边没有突破 这是捞底 最好是买这边 6.455 这边是 才算是突破 这边是捞一点底 是没有突破的 所以捞一点 看他这几天能不能反弹 能反弹继续守 如果不能反弹 可能逃了先 这边 看还有其他的 今天 Covid 2342 OK了 Covid慢慢受控制 这个新闻就讲 这个 油 油价钱应该继续上了 他讲这个OPEC 他的出产还是不够 不够这个 这个需求 暂时 KPOWER KPOWER 这个老板 Dato Abdukarim 已经是不是 KPOWER的最大股东了 他卖了蛮多股了 他卖了这个 799.05 million 个share 所以我们看一看 KPOWER KPOWER KPOWER也是没有什么东西 虽然他是 他是不是 最大股东吧 最近还是跌 慢慢跌 所以这个BANK BANK等他 他应该会起 那个 interest rate interest rate interest rate 利率 我会起那个利率 今天 本来OPR 是现在OPR 是1.75 所以他 这个新闻是讲 应该是 下半年 下半年会起 下半年 没有将快 因为他要控制 那个通货本账 一定要 一定要起 他这边是讲 应该是下半年 哪里 这边 initiate gradual monetary tightening process in the second half so so 这个新闻就讲 HSBC讲 GDP去5.6 啦 so有些讲6% 现在讲5.6 差不多是5到6%左右 啦 so他们 阿嘎阿嘎 是这样子啦 so还有几个东西 我们要讲 KPOWER KPOWER 讲一讲科技股啦 科技股啦 OK so科技股呢 应该 中国有讲一讲啦 现在我就提提 比较简单的讲一讲啦 科技股喔 你看MPI那些喔 so 看你买到哪里啦 看你买在哪里啦 我拿MPI来讲啦 譬如啊 或者我讲 Gratech来讲 Gratech大跌了啦 soGratech看你买到哪里 如果你讲 我买到价钱 差不多是在5块钱左右 5块多 现在我觉得 是我 你买到差不多 跌到现在的价钱 差不多在这边 我会逃了先啦 或者 或者你前几天 或者你在 如果你在最高峰 你在6块钱这边 在差不多最高峰 买到现在跌了20% 所以你现在要不要逃 有些人问我要不要逃 现在跌了这样多 你要逃20% 有点迟了喔 有点迟了喔 你要逃5% 10% 可能逃了 现在可能跌到20%了喔 好像Gratech Gratech他从这边顶 他跌下来有20多%了喔 so 20多%怎么样好 你等多一两天先 等多几天 因为现在呢 差不多 全部都是超卖了的 超卖了 不是想他一定会上 通常他超卖了 他会有一个小反弹喔 如果你要卖 你等他小反弹上来 看他能弹几高 然后你能承受几多 好 几多的那个 风险喔 ok 如果 等他反弹多几天 然后美国 多下个星期 好像下个星期啊 他的财政部又会 又有出来 要出来讲东西了 好 可能他会看到 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跌了 美国经济跌了 ok 好像啊 这个 好像就MPI了 so 你等多几天先 美国 如果有什么政策改变 或者美国他们讲 这个股 美国股市可能他们怕他大跌 财政部有好新闻 要称一称那个股市 可能这个有一个小反弹的 所以你逃了 不用紧逃了 你安全了 如果没有逃了 你可能等多几天先 等他有什么反弹 或者再逃 或者他继续下跌 我们看如果他继续还要下跌 星期三 继续还要下跌 可能再逃 看清楚先 因为这个超卖了 你看这个greattech是超卖了 你看很多是超卖了 greattech franken franken也是差不多超卖了 so 这几天应该有一个小反弹给你 给你 给逃了 看多几天先 看多几天先 so 所以 或者你们也是 Inari也是 你看Inari 可能 可能也是超卖了 可能有一个小反弹给你们逃了 所以不用太紧张 so 要 不要忘记看我中部视频 中部视频 我是讲到比较详细一点 中部视频 只是十分钟左右 不好了 ok so 明天再见 小心covid 拜拜